美光的闪不停 赖政府4月中揭晓第二波内阁名单 李孟燕榜上有名 赋予交通部长充锐 技术官僚出身的李孟燕 当初也是从基层公务员做起 集中细子的话 预计在93年底 就可以脱离水患的这个痛苦 顶着国外硕士学历 以及多年公务员经验 先出任台北县水利局局长 原山子分红道就是他的代表作 后来转任台南市水利局长 备受时任市长赖清德的重用 甚至当赖清德 北上担任行政院长时 还指定李孟燕担任代理市长 代理市长由台南市政府秘书长 李孟燕来承担 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政台上早就把李孟燕 视为赖清德的子弟兵 却因为被爆出有小三闪电请辞 PTT上一篇爆料文章有详细内容 还有李孟燕跟小三合照 事后更发现爆料者不但是盗用账号 发文IP跟远在国外 防止被追踪 转眼的手法传出是冲着赖清德而来 目前都还看不出来是所谓的党内派系的斗争 只是接连被爆发的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我想赖清德自己心里可能也会有点毛毛的 先有陈宗燕 后有李孟燕 赖清德的台南帮先后折损大将 不论是反赖系的反扑 还是可以打击赖政府形象 这些爆料背后动机充满想象空间 欢迎新闻成天凯中平达台北参谱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